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2年8月10日星期三 这个视频呢,跟大家聊一下,这次佩洛西访台 然后中国大陆呢,进行了大规模的长时间的封锁台湾岛的军事演习 那这件事情呢,给台湾的社会带来怎样的一个影响呢 让我说呢,影响是非常大的,而且是全方位的 那我今天的视频呢,就跟大家聊一下这个话题 首先呢,我想说一下,我昨天的视频里面呢,跟大家讲了哈 台湾的新党呢,在这个时候,就提出来了一个两岸和平处理危机的一个五条方案 他那五条方案呢,说实在的,里面呢,有四条半啊,我都是不同意的 那我昨天呢,对他那五条进行了评论 看来台湾的新党啊,对这个一国两制啊 对这个统一大业啊,理解啊,还是不透 那我看到有的网友呢,就是说啊 说台湾的新党呢,实际上是暗毒 我想说呢,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这个认识是不对的 台湾的新党在台湾绝对是最支持统一的 如果你经常看台湾的节目呢 就是赵尔康的那个节目,什么《绍康战情事》哈 上面呢,他经常会邀请新党现代的副主席叫李胜峰 他有时候呢,也会参加其他的节目 你会发现呢,很明显的呀 这个李胜峰是不折不扣的一个统派 他是很支持统一的 他对中国大陆呢,绝对是支持的 但是呢,我认为他这个理论水平啊 我觉得好像是有限吧 反正就这个五条方案呢 有四条半我都不认同 我觉得不好 但是呢,绝不说明呢 他们是暗毒不是的 他们不是独派 他们绝对是不支持台独的 好,这事呢,我想首先指出来了一点 然后呢,在前两天的视频,我还跟大家说过 这两天,有人呢,就在台湾做一些民调,对吧 说有百分之多少 有一半的台湾民众 对中国大陆的这个封锁台湾的军演说是无感的 他们呢,就是长期以来 中国大陆呢,从来都没有做出过 对台湾岛,对台湾的民众 有伤害性的这个行为 所以呢,台湾的民众啊 你说他是无感呢 也可以说是 他们已经对中国大陆政府呢 是非常信任的 可以说是这样的 不管他们是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这个呢,就反映了他们的这种心态 他们就会觉得中国大陆不会伤害他们 好,现在呢,人们就很关注台湾的民众 他们是怎么想的 尤其是台湾方面 那么今天我看到江启臣呢 在昨天的时候就公布了台湾的最新的民调 这个民调呢,是由 启斯民本基金会来搞的 说这个基金会呢 是由江启臣担任董事长的 那江启臣昨天呢 就公布了这个基金会 他们所做的一个民调 这个民调呢 是说,如果说解放军攻打台湾 有65.7%的民众认为 台湾没有足够能力靠自己来保卫台湾 高达68.8%的民众认为 民进党当局在军事与非军事上 准备还不充分 整体而言 说45.1%的民众认为 佩洛西访台是必大于利的 只有27.4%的民众认为利大于弊 还有22.9%的民众认为呢 是利弊各半 可见呢 台湾的民众的眼睛呢 也是比较亮的 那么他这个民调还显示 说对于蔡英文的两岸政策 15.1%的人非常满意 22.2%的人还算满意 14.5%的人不太满意 44.8%的人非常不满意 这个比例其实挺高的呀 44.8%的人呢 是非常不满意的 那么对于蔡英文的防务政策 13.8%的人非常满意 22.6%的人还算满意 18.5%不太满意 42.4%非常不满意 就是对于他两岸的政策 有将近百分之一半的人非常不满意 对于蔡英文的防务政策 也有将近百分之 也有将近一半的人的非常不满意 然后说呢 若解放军攻打台湾民调指出 26.6%的民众认为 台湾有足够的能力靠自己保卫台湾 有65.7%的民众认为 台湾没有足够的能力靠自己保卫台湾 至于美国日本是否会协防台湾 有56.2%的人民众认为 美国不会出兵协防台湾 53.9%的民众认为 日本不会出兵协防台湾 说以前有一种说法 说你如果到台湾的街头去问台湾的民众的话 他们会说 哎我们很安全啊 反正有美国保卫我们啊 现在看来呢 真正的民众 其实不是这么认为的 有超过一半的民众呢 认为美国不会出兵 同样的 超过一半的民众认为 日本不会出兵 很奇怪 为什么说 认为日本不会出兵的 还少于认为美国不会出兵 下一个问题 若解放军近期攻打台湾 民调显示 高达68.8%的民众认为 民进党当局在军事和非军事上 准备还不充分 若大陆对台采取军事行动 是否愿意为保卫台湾而战 有30.7%的人非常愿意 22.4%还算愿意 14.5%不太愿意 24.1%的人完全不愿意 那些表示非常愿意的 这就应该是台独分子啊 认为台湾呢 就不应该统一 对不对 所以呢 非常愿意和中国大陆打 然后民调指出 有61%的民众认为 加强两岸经贸与交流 可以降低两岸的紧张关系 29.2%的民众则认为 两岸经贸与交流 会让台湾更依赖大陆 面对大陆的武力威胁 55.9%的民众认为台湾应该加强军事力量及政治及对外事务手段 避免两岸发生战争 台湾目前以募兵制为主的啊 一五兵一期呢是四个月的 一期是否需要延长 有65.5%的人认为要延长到一年 12.9%的人认为维持四个月就好 在台湾与大陆关系方面呢 65.3%的人认为倾向于维持现状 23.1%的倾向于独立 7.7%倾向于统一 前一阵呢 我记得呢 有一个民调说台湾有18%的人认为应该统一 现在只有7.7%啊 有23.1%的人偏向于独立 这个就和前面的30.7%的人非常愿意上战场去打仗一样 是基本上相吻合的 此外 民调显示77%的民众认为 解放军导弹通过台湾上空应该同步通知民众 对于佩洛西访台 有45.1%的民众认为币大于利 27.4%的民众认为利大于弊 他来之后带来的风险 大家看到后果是这样的 谁邀请他来的 美国的消息也是民进党主动邀请佩洛西来的 多数的台湾民众认为币大于利 民进党当局应该解释来龙去骂 好 这就是江启臣所公布的最新的民调 是他们所做的民调 有的时候呢 就是做民调的立场 如果不同的话呢 结果会不一样 但是呢 看他这些问题啊 还好了 好像也没有什么误导性 台湾的民众呢 对两岸关系的认识啊 很显然 有很多是受了误导的 最关键的就是民进党他修改了那些课本 实在是不应该 作为一个中国人 对不对 你说你对你的民众 你骗他们 让他们不了解历史 这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对得起祖宗吗 要不这个王毅就说那个蔡英文 如果说孙中山先生地下有知的话 都会指着蔡英文说你 你就是一个不孝子孙 就是一个败例 难怪呢 有很多人就相信 这个蔡英文啊 他不是纯中国的血统 他是个日本人 台湾的那些台独啊 亲日亲的真的是 让你都难以相信 他们是中国人 感觉他们就是日本人 只有你是日本人 你才会这样 不过很可悲的就是呢 在大陆也有很多那样的人 咱们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 为潜力者唱赞歌 为他们洗白 为他们粉饰 就是为他们呢 凭空的来捏造一些事实 来歌颂他们 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 就好像不是中国人似的 这是一些败类啊 现在中国的这个社会风气呢 也是不太好 太自由了 佩洛西都说 中国是一个最自由的地方 真的是很自由 中国 像当年在日本 侵略中国的时候 汪精卫 政府的那些人 在社会上都不得人心 你要是给日本人服务的话 你在社会当中啊 你都有偷偷摸摸的 你都抬不起头了 家里如果出那样的人的话呢 家里人都会觉得没面子 可是现在呢 有很多人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好 这是一件事啊 第二件事呢 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呢 在日前的时候啊 台湾有一个国使馆 国使馆啊 顾名思义就是 国家历史文化馆 什么之类的 就是跟国家历史有关的了 那台湾当局 所谓的这个国使馆啊 在国外的社交媒体啊 有可能就是脸书了 台湾那些政客呢 好像比较喜欢用脸书 反正就在社交媒体上呢 发文说 说中华民国实际上 已经由北京继承了 这件事情在台湾呢 引起来了 这个挺大的反响的 马英九马上就来质问 说如果中华民国 已经由北京继承了 那么我们算什么 因为台湾呢 他一直就说呀 他们是中华民国 大陆呢 也有一种说法呀 就是想当年成立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啊 其实是有一个失误 当时呢 就应该宣布 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华民国的 这个合法政府 应该这样 如果是那样的话呢 那台湾他就只是个台湾了 他就没有什么名号了 因为那名号还留在中国大陆 可是呢 中国共产党呢 就成立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以呢就出来了 哎 那台湾 蒋介石他本来就是 顶着这个中华民国的 那中华民国跑到台湾去 就出来了这么两个中国嘛 但是呢 历史并不能倒流啊 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还要立主说 我不管这国号是什么 对吧 我才是中国的合法政府 而中国呢 就只有这一个合法政府 而当时呢 毛泽东他们那一套班子 说实在的哈 真的是特别的智慧 在中国当时刚建国 各方面都很弱的一个情况下 能够在外交方面如此的成功 能够让国际社会呢 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而不承认中华民国 这是相当了不起的 他们的智慧 他们的毅力 他们的耐心 他们的定力 真的不是一般的强啊 在国际社会当中 进行的那些大国之间的博弈 虽然中国当时呢 很穷 但是呢 仍然是一个大国的风范 当时中国呢 虽然说还没有进入联合国的时候 但是 中国的代表团 尤其是有那个周恩来出场的时候 在世界上绝对是举足轻重的 任何一个事件 任何一个场合 中国差不多都要成为一个中心 尽管是在初期 有很多的国家 还不承认中国的合法地位呢 那么蔡英文当局呢 现在突然就提出来了这个 就推 说中华民国呢 已经被北京继承了 这等于说呢 就承认了这一个中国啊 那么蔡英文当局 这个台独 他这么做 这是他的一个嗜好吗 No 绝对不是 蔡英文当局呢 其实一直 他都对这个中华民国也好 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好呢 他就想说 这两个跟我都没关系 其实他在台湾呢 他很少提中华民国这四个字的 中华民国的国旗啊 中华民国的那个国徽啊 孙中山的那个头像啊 其实他很少使用的 他经常说是这个地方 有的时候说这个国家 他就差说台湾是一个国家了 他就差说台湾国了 就差这么说了 实际上他是这么一个目的 虽然说国民党呢 非常的软弱 没有作为 没有智慧 在某些方面呢 也变得有一些绿了 但是呢 国民党他毕竟还承认 这个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想当年 就是全中国一个 统一的一个国家呀 对吧 他还承认这个 只不过呢 你这样一来的话呢 你等于说是 两个中国了 对吧 一中一台 那边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边一个中华民国 这也是一个非常 扭曲的一件事情 好 这个就是呢 民进党最近呢 又玩的一个花样 美国最近呢 说中国切香肠 切香肠这个说法呢 其实是之前中国说台湾 说美国的 现在呢 他反过来 他说中国大陆切香肠 如果说中国大陆切香肠的话 这个香肠 现在切的 两岸统一的 这个香肠切的呢 就快要切到根了 两岸统一呢 现在 已经是 一个定局了 中国大陆 现在等于说是 通过这种 封锁台湾岛的军演 已经把统一 推到了 一定的前沿上去了 推到一定的程度了 如果说还追求 和统的话呢 那就还有一段路 得走 如果是武统的话呢 就差 最后的一哆嗦了 和平统一啊 中国大陆 一直都没有 从中国大陆的一些 语境当中去除掉 就说明大陆呢 还是非常希望 用和平的方式来统一的 这无可置疑 任何人都不会 否认说 和平统一好 还是武装统一好 当然是和平统一好了 只不过呢 如果和平统一 没有希望的话 就不要去想 这个和平统一了 是这样的 但是和平统一的 这个呢 你就看你怎么做了 可以做得到 就封锁台湾 我就封着你 对不对 你封到最后 不得统一吗 有的人就说呢 不可能啊 现在台湾呢 就没有人主张统一了 那刚才我们看了 这个江启臣呢 新公布的人民意调查 有还是有的 你没有把它逼到一定的程度 逼到一定的程度的话 对吧 有很多人就主张统一了 你问他是统一 还是不统一 还是现状 那有很多人说 哎呀 就像现在这样就挺好 但是你问他是和平统一 还是武装统一 他肯定是这个和平统一啊 对不对 就是这样的嘛 那么现在有很多问题呢 就出现了呀 如果和平统一的话 两岸得进行对话吧 昨天我就说 新党就提出一个方案 新党说呢 我们提这个方案呢 只是一个草案 如果民进党当局呢 也提出来一个方案 新党说呢 我们也是欢迎的 而且呢 新党说 我们很愿意在中间进行斡旋 在中国大陆和民进党当局之间 进行斡旋 促成我们两岸的和平统一 那么今天呢 我们看到一个更大的一个消息 这个消息呢 就是国民党的副主席叫夏立言 星期三 也就是今天 帅团访问中国大陆 现在已经在中国大陆了 说这是国民党方面主动安排的 而且呢 是在早在数月前就安排了 并且强调呢 不会跟大官会面 也不会前往北京 说原本呢 有计划 在本月的24号 今天是10号嘛 10号去 24号的时候呢 去北京 和全国政协主席汪洋 国台办的主任 刘洁一 等中国大陆的官员会面 但是因为呢 现在他们的行程被曝光了 所以呢 现在为了降低这个敏感度 行程就调整了 现在呢 只是去大陆 和那些台商协会 进行这个会面 现在在大陆呢 有很多的台湾人 上百万 几百万的台湾人 台商呢 有很多 在中国大陆的各个省呢 都有台商协会 台商协会有做很多工作 为什么说 像国台办 他们觉得 合同是有希望的 因为他们所接触的那些呢 都是一些 比较希望 两边能够和平统一的 所以他会觉得有希望 说我们在网上呢 一天到晚呢 和台湾的那些 跟着斗嘴 跟着斗 跟台湾的那些1450 跟着斗嘴 所以我们会觉得说 他们的这个态度 非常的激烈 不可能和平统一 这些人 怎么可能改变他们的立场 以及改变他们的看法呢 觉得不可能啊 但是呢 郭台办所接触的台湾人 这不一样 咱们看不到那些个台商啊 但是我们能看到人演艺圈啊 演艺圈有一些艺人 还是不错的 他们还是希望 两岸能够统一啊 因为两岸统一了以后 他们的演艺发展 对吧 那些台商做生意 那多好呢 两岸统一了 说实在的 作为老百姓来说呀 如果对他们的生活 没有影响的话 统一不统一 谁领导 谁不领导 对他们来说 没有什么不同 有些人可能就会被 这个民进党啊 给毒化了 他们毒化说呢 中国大陆政府 是洪水猛兽 是独裁 没有人权等等等等 没有自由 只有那些演艺圈 在中国大陆发展 那些个台商 在大陆发展 很多的这个人 在大陆工作 有些人在大陆学习 只有这些人 他亲身去体会 他觉得 哇 大陆多好的 所以说呢 有卢沙爷 他就提出来啊 说统一之后呢 这个台湾人 是需要进行再教育的 他提出来这个以后呢 哇 马上就西方的 有很多人 就来攻击他 那么昨天的时候呢 他再一次 接受了记者的采访的时候 记者问他说 现在你说了这话以后 受到很多的攻击 你现在还坚持你的看法吗 还是你改变了 卢沙爷说 我还坚持我的看法呀 因为台湾的那些人 他就是受了洗脑了呀 他受了洗脑 他受了欺骗 所以你需要告诉他 真相是什么 他连自己的老祖宗 是谁都不知道了 这个你不需要教育他吗 当然需要教育他了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